一千零一夜 第十九夜 夜幕降临 沙赫扎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 哈里发发誓说一定要杀那个坏黑奴 因为那个青年是情有可原的 哈里发回头望着贾范儿说道 那个可恶的黑奴才是本案的罪魁祸首 献你三天把他抓到 如果不把他抓来就要你来替他抵命 贾范儿一听泪如雨下说道 我从哪里把他抓起来呢 一个瓦罐子并不是每次都能完好无损的 这件事情我无计可施了 我只希望第一次救我的安拉 再次救我凭安拉起事 我只好待在家中三天闭门不出 听凭安拉安排 贾范儿在家里近待三天不曾外出 第四天他请来法官立下遗嘱 告别儿女哭啼不止 正当此时哈里发的使臣临门了 告诉他说哈里发大发雷霆 特派我前来传唤 哈里发立誓 你若今天还抓不住那个凶手黑奴 他就 你就替他一死吧 贾范儿一听泪流不止 他的家人们也都哭了起来 替不成声 贾范儿向大家告别 走到最宠爱的小女儿面前 把小女儿抱在怀里 又是一阵痛哭 不忍离别 就在这时贾范儿无意当中发现小女儿的口袋里有个圆鼓鼓的东西 便问你口袋里装的是什么 小女儿说是苹果 四天前加奴 李哈尼给我的 是我用两枚金币从他那里换来的 贾范儿一听小女儿提到仆人和苹果心中暗喜 联邦说有救了 有救了 他派人马上把李哈尼叫来 问道那苹果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黑奴李哈尼说 主公五天前我正在巷子里走 看见一群男孩在那里玩耍 其中一个男孩手里拿着苹果 我就把他抢过来了 还把他打哭了 那小孩说这是我妈妈的苹果 我妈妈生病了 对爸爸说他想吃苹果 爸爸去了巴士拉 从那里弄来三个苹果 花了三个迪纳尔金币 买了三个苹果 我从妈妈那里拿来一个苹果 那孩子不住的哭 我没有理他 拿着苹果就回来了 回来遇见小姐 他用两个金币换走了那个苹果 贾范儿一听 顿感黑奴最大深感 这场灾难古怪 竟然闹出一条人命 原来那位女子死于这个黑奴之手 他下令把李哈尼关押起来 庆幸自己终于脱险 随之赢道 谁不当心仆人 终有一无因之损身 性命只有一条奴隶无数排行成群 贾范儿把奴仆李哈尼押送到公众 向哈里发 禀报了查案经过 哈里发当即令路士记下这桩奇案 向世人公布 贾范儿对哈里发说 信使们的长官 要论故事的曲折离奇还远远比不上 诺尔丁与舍姆斯丁两兄弟的故事呢 事实上还有比这更离奇的故事呢 哈里发金问道 信使们的长官听我来给你讲 但有一个条件 求你免我的奴仆一死 如果故事真的离奇 我就看在你的面上宽恕他 贾范儿开始讲兄弟宰相的故事 相传古时候 埃及有位国王公正无私 从善如流 光明正大 他有一位宰相 德才兼备精明概念 精于治世 长于安排 宰相年事已高 膝下有两个儿子 儿子叫什姆斯丁 次子名叫努尔丁 努尔丁长得比哥哥漂亮 堪称当时天下第一美男子 因此文明四方 致使许多人远道而来 只为一堵努尔丁的英俊容颜 宰相谢氏 国王悲伤 并亲自驾临相府 安慰兄弟二人 赐予警炮 并且对兄弟二人说 在我的心目中 你们兄弟二人的地位 和你们的父亲一样 兄弟俩很是高兴 连忙向国王行稳地理 小兄弟俩为父守孝丧一个月 然后进入内阁 同时被国王 任命为宰相 国王美风出巡 必带上兄弟二人其中的一位 一天晚上 国王决定次日出巡 轮到舍姆斯丁陪同 那天夜里 兄弟俩一起聊天 舍姆斯丁说 弟弟 我打算安排你 我同日成亲 努尔丁回答说 那太好了 就按你说的办 我完全赞同 兄弟俩达成协议后 舍姆斯丁又说 阿拉成全我们 我俩同日庆祝 东方花烛之喜 同一夜各取一位女子为妻 城门阿拉恩泽 又在同一天给我们送来儿女 你的妻子生下 你男孩 我的妻子生下一女儿 应是堂兄妹 日后让他们俩 结为美满行历 百年之好 努尔丁问 若真的如此蹊跷哥哥 你的女儿向我的儿子 要多少聘礼呢 我要你儿子出三千迪纳尔金币 三座花园和三个庄园 作为聘礼 年轻人订婚 没有这些东西做聘礼 那是不相宜的 听完哥哥的这番话 努尔丁说 怎么能向我儿子 要这么多聘礼呢 难道你不晓得 你我同是朝中宰相吗 我们的地位相当 而且又是同胞兄弟 你的女儿 嫁给我的儿子 李当不收聘礼才是 你要知道 男子比女子高贵 我的儿子和你的女儿 是大不相同的 在王公贵族的家谱中 人们只记载 男子名不写女子名 看来你想用 某种人的办法对待我 假若想把一种货色 推销给别人 就把价格抬得高高的 据说有这样一种人 若朋友登门求他 他就把自己的身价 抬得高高的 沈姆斯丁说 你说你的儿子 比我的女儿高贵 这证明你目光短浅 毫无疑问 你头脑简单 缺少见识和修养 我与你同时入朝为相 我之所以把你带来 完全出于对于你的同情 也是为了让你当我的助手 可你今日却口出狂言 真是不识抬举 我可以告诉你 你就是用等量黄金做聘礼 我也不会让自己的女儿 嫁给你的儿子 诺尔丁听了 很是生气 气愤的说 我绝不让我的儿子 娶你的女儿为妻 我更不乐意你的儿子 当我的女婿 若不是明天陪国王出巡 我非得给你上 好好上一趟 可不可 不过等我回来之后 安拉自有安排 听了哥哥的话 努尔丁怒气满胸 只觉天昏地暗 但没说什么 兄弟俩不欢而散 各自回事 过夜 次日天亮 什奥姆斯丁宰相 陪同国王离宫出巡 行经花园岛 静止前往 吉萨高原金斯塔下 那天夜里 努尔丁盛怒未消 久久未和眼 清晨起来 坐过陈礼 从储藏室里 取出一个小袋子 装满金银 想起哥哥说的那些话 想到长兄那样 看不起自己 而且他又是那样 傲气十足 于是迎涌道 外出闯荡 见兴风 创业的欢乐 全在辛苦之中 坐守家门不成尊贵 理当离开故里 出门远行 一潭死水容易发臭 流水不辅之语 出真情 圆月如果涌挂天上 谁能再见到太阳的光明 雄狮不出林子 逆不到食物 见不离闲者 泛难中 黄金不采 与沙土无异 陈香木若在山里 如干柴等同 酒居家中 地位总是低下的 离开了故土身价 倍增 努尔丁迎完师 便吩咐仆人 为他准备一匹雄剑快锣 奴仆听命 立即行动 牵来花斑锣子一匹 配上镀金鞍剑 挂上印度马灯 铺上伊斯法汉沾毯 但见那骡子行走起来 就像一位俏丽的喜娘 努尔丁又吩咐仆人将斯坦 礼拜坦和安带挂在安上 然后对仆人说 今天我想到城外游一游 然后去盖个尤比郊区 住上三叶 我心中烦门 就不让你们陪我去了 说吧 翻身上了 罗贝仅带了一点干粮 便出了京城 身下坐骑快如风 不到正午时分 便进了巴勒比斯城 努尔丁离开罗贝休息片刻 吃了些东西 也上罗子喘了口气 在城里买了一些需要的东西 然后骑上罗子 登城赶路去了 两天之后的正午时分 努尔丁便来到耶路撒冷城下 他离开罗贝取下安建 为了为罗子 自己也取出干粮 吃了一些 一路疲劳 把毯子扑上地上 准备休息 他仍然心中怒气难消 决定就地过夜 整着安待 便进入了梦乡 诺尔丁不觉 一觉睡到了大天亮 他立即骑上罗子 快边紧赶 一直到达阿勒坡城 到了阿勒坡城 住进客栈 在那里休息了三天 第四天早上 他骑上罗子又赶路了 一路快马加鞭 应该是罗子 不知不觉 在夜幕降临时分 便到了巴士拉城 诺尔丁来到城里 便投诉客栈 取下安带铺好毯子 将罗子和行囊 交给守门人看管 守门人从命 将罗子迁去 一切安排妥当 诺尔丁投诉的客栈 临近相府 说来也巧 就在诺尔丁到达之时 马上的安建 给被瓶窗向外跳建的 宰相看见 看眼见 花瓣罗子及其背上的 金安座坠满宝石 宰相星象 乘客既是不是国王 也必然是宰相 这位宰相仔细打量 一时弄无名究竟 便对奴仆说 去把那个开门的给我叫来 奴仆当即把客栈 开门人叫到了宰相面前 开门人行过稳地里 这位年拜的宰相问道 那批罗子的主人是谁 他的相貌如何 主公阁下 罗子的主人是一位英俊小伙子 看上去天资聪明伶俐 一表端庄严肃 很像一位富商子弟 宰相听开门人这么一说 立即站起身来 出门上马 静止去客栈 看望那位青年 诺尔丁建议 锦衣老人骑马到来 立刻站起身来 迎上前去 宰相下马后 向青年问好 对青年表示欢迎 并让青年坐在自己的身旁 宰相问 小伙子 你打哪来呀 到此有何事呢 诺尔丁说 我从米塞尔城来 先父是埃及国王的宰相 已经归真了 这里的专门有一个注释 米塞尔 也就是今天 埃及首都开罗的古称和俗称 故事继续 诺尔丁把自己的身世和经历 从头到尾 向巴什拉宰相讲了一遍 并且说 我不想再回埃及 打算周游列国 一览 名胜风光 宰相说 孩子 不意为所意为 以免遇到不测 如今到处都是一片废墟 没有什么好看的东西 恐怕会让你徒劳 白号时光 说必 宰相吩咐家仆 将安代吉毯子搭在罗安上 随后把诺尔丁接到相府 为他安排好住房 示弱上宾 一天 宰相对诺尔丁说 孩子 如今老夫年事已高 膝下无子安拉 只赐予我一个女儿 貌美与你近似年岁相当 有许多青年向他求婚 我都未曾应语 老夫一看你 便感亲切 以前是 以四前世早已 相识 我愿让我的小女陪伴你 伺候你 做你的妻子 你可乐意 若同意这门轻事 我明早带你去 去半戒国王 就说你是我的侄 博学多彩 把你托付给他 让你取代老夫的相位 担当宰相要职 因为我年 已经年迈以后 老夫就稳坐家中 可以闭门不出了 诺尔丁见宰相如此诚恳 随后低下头说 我听从您的安排 宰相入院便吩咐 仆人准备酒菜布置大厅 准备迎接王公大臣国家 显贵前来 亲客 宰相请来朋友 宫廷药员及巴士拉的巨商大甲 一时 兵棚云集相府 正所谓高棚满座热闹非凡 宰相对重兵客说 诸位兵棚 家兄是埃及 宰相 阿拉茨与他两个儿子 正如诸位所知 本相家有一位爱女 家兄有言在先 叮嘱我将小女许配给他的一儿子 我欣然应语 岁月不等人 如今他们都到了婚配年龄 家兄特命其子前来成亲 老夫身边这位便是贤侄 我欲立刻为他们完婚 洞房就设在相府 重兵棚齐声道喝 恭喜恭喜正是 即日良辰 重兵棚高高兴兴的喝起 椰枣酒 相继撒过玫瑰水 然后告辞离去 宰相吩咐仆人照顾 努尔丁沐浴更英 仆人们陪同努尔丁前往浴池 还给他拿上浴巾 等需要的一切物品 努尔丁洗浴完毕 换上宰相招服 小伙子更加风度翩翩 英姿薄发 简直就像一轮明月 出了浴池 努尔丁骑上骡子 静止来到相府 见到宰相 努尔丁上前亲吻他的手 宰相热烈 欢迎努尔丁 讲到这里 眼见东方露出了黎明的曙光 沙赫扎德 止住了说话声 以上 我是大妈 祝大家生生不息 繁荣昌盛